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当选总统拜登的新冠疫情顾问 习林·刚德博士表示 由于传统节日期间民众肆意出行 未来的一月份美国将面临史无前例的严重疫情 刚德表示疫情在传统节日假期及新年之后 将明显加重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很多国人在节日期间选择出门旅行 他表示医院的情况就像一场噩梦 很多医院的走廊和停车场都挤满了患者 各地不得不在室外建立临时场所 尽管如此 医生和护士短缺的情况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南加州医学中心首席执行官斯派伯格博士 在接受哥伦比亚公司采访时表示 过去三个星期 他所在的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人满为患 医院每天都在努力寻找足够的护士 来照顾所有病人 由于洛杉矶县的新冠疫情仍然严峻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发布新闻稿说 从洛杉以外地区返家或抵达洛杉的任何人 必须在抵达后自主隔离10天 如果开始出现感染症状或筛检结果呈阳性 必须居家隔离10天 而且连续24小时没有发烧 卫生官员说 新冠病毒潜伏期可能长达14天 许多感染者可能不会生病或没有症状 如果在10天内返回工作岗位 购物或参加任何聚会 可能传染病毒给其他的人 在失业率节节攀升 许多租屋者因经济衰退而难以缴纳房租之际 纽约州议会昨天通过新法案 保护租房者不会因为击欠房租而在疫情期间遭到驱逐 纽约州议会赶在现行针对驱逐租客的禁令于年底到期前 召开特别会期通过新法 最新措施禁止大部分的屋主驱逐无法缴纳租金的房客 最长可在延后60天 此外许多因进来租金损失而导致房屋有法拍风险的小房东 也可因此向新法获得保护 纽约州长顾摸在新发表决签表示 我们希望屋主也受到保护 那不影响他们的信用评级 房子不会遭查封 克罗埃西亚首都萨格勒布附近 29日发生6.4级地震 目前已造成一名儿童遇难 数十人受伤 邻国斯洛维尼亚一所核电站 因为地震启动保护程序暂时关闭 地震发生时萨格勒布震感强烈 多处建筑物受损 人们纷纷逃到户外避险 市区多地一度断电断网 公交系统瘫痪 数百名军人已抵达波德里尼亚 展开救援行动 周边地区的消防和救急救力量 正前往支援 著名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登 于今天辞世 享年98岁 皮尔卡登1922年生于意大利 但还同时便前居法国 皮尔卡登以其创作眼光 让时尚穿着大众化而受到赞誉 家族表示 皮尔卡登是在巴黎西方 诺伊利一家医院辞世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本集完 节目 员